8强淘汰赛开踢,摩洛哥中场以,1比0击败葡萄牙黑马,摩洛哥上半场踢进1,球,对决没有C罗的葡萄牙,下半场C罗才替补上场,但也无法逆转战局,摩洛哥中场比赛结束,1比0,击败葡萄牙首次挺进4强,这也是,这也是摩洛哥对对时,首次挺进4强,摩洛哥恩纳斯里,尤西弗恩纳斯里,在上半场42分钟头吹破网,第42分钟, 爱迪安阿纳左路传中,门将迪奥高哥斯达宇防,将鲁宾戴亚斯误会撞在一起,摩洛哥恩纳斯里,成绩顶入球门,取得领先,葡萄牙始终无法突破摩洛哥严密防守,中场以1比0落败,摩洛哥在本届世俗还未输过,16强面对西班牙更是叛到PK大战,最终战以3比0击沉无敌舰队,截至目前为止摩洛哥只是一球, 而且还是自己踢进的乌龙球,足见其防守能力的恐怖,摩洛哥几近8强已经追凭非洲记录,全非洲也盼望摩洛哥能续写黑马传奇, 为1990年的卡麦隆,2002年的塞内加尔,以及2010年的加纳续写未完置业,力判成为史上首支进入四强的非洲球队,世界杯足球赛的特别报道到此,喜欢我们影片的,请帮,按赞,订阅,分享,谢谢收看。